一天午饭时儿子突然说 爸爸 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孩子 我就不工作了 我笑着问 为什么 他回答 我会天天待在家里 陪他玩表演 我不笑了 也没想好如何回答的 就说 好 我不敢随意回答 这样的问题 只能帮助他保护着 也许不能实现的梦想 并眼睁睁地看着他破灭 为何四个孩子 在政府官员和老师 走后不久就出了事 为何哥哥坠楼 和跳楼的现场 没有血迹 为何最小的孩子 尸体上有刀伤 看过孩子尸体的 一位亲属称 最小的女孩 屁股两边 各有四处刀伤 这些是孩子们的 亲属发出的质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